当然就是就是这东西就也是一个玄学 因为降度了以后 当然会跟他原始调完那个鸡酒 味道是不一样的 一定的啊 一定不一样的 所有的酒肠里面最核心的重点就是项目筒政策 请问这个项目筒它有秘密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有很多核心秘密 单桶不好我就自己喝得好 单桶不好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拿去调就好了 我没事出一个不好喝的单桶卖给你干嘛 我酒肠有病吗我 杂招盘 出现是喝的那个人是自己的嘴巴 有热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 我来 让你舒服 你很不舒服 我发觉一件事情 上我们的节目 你先练习一下说我很舒服 不舒服 各位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是重量级的来宾 而且他是第一个在海外担任威士忌酒厂的厂长 陈正宇 欢迎 而且呢 他也是在国外 就是负责酒厂动线规划 橡木桶规划 哇 以及烈酒集团的这个市场规划 所有的规划他都是一手包办 而且呢 我们陈正宇陈同学 他是苏格兰本科系毕业 本科系是指什么 酿造中流系的硕士 是不是 我们只是学士而已 哈哈哈 所以他是 师承苏格兰传统 整个的酿酒技术啦 都是在苏格兰完成 所以其实 陈正宇陈同学 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酿酒历史上面 可以算是 我认为啦 台湾之光 我看一下 是不是 你不要那么 可以可以 脸色油光 他本人是腼腆 可是他在写字文字犀利 人称鼠爷狠人啊 这就是早期那种乡名鱼 哦 剑判侠 我邀请到了 我们陈正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一定有原因对不对 因为他即将从海外回到台湾来 哈哈哈 太好了 陈同学表示 这是秘密耶 社长不是要你不要宣传吗 那个但是这是未来 所以其实哦 我在认识这个陈同学的过程当中 记得是在十几年前 我们在爱雷岛上面 因为爱雷岛嘉年华 大家都有闲晃 因为毕竟都是苏格兰人啊 然后我就看到他一个华人 他高你知道 一百八几公分 然后就穿那个苏格兰裙 然后就走过来 但是华人嘛 一定跟他聊天 然后就说啊原来你也是台湾人啊 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混得很熟嘛 然后才知道说 原来他在爱雷岛嘉年华的时候 是根本没有订房间的 然后住哪里 其实有一天没有订到 有一天没订到 然后他还去坐船坐到Jura岛上面 然后在那边搭帐篷 睡袋啦 然后在长裤 所以就臭臭这样 睡在人家的长裤 所以你以为这是电影情节吗 这是真实故事 是不是有一个叫天使的分享 所以在别人倉库里面 然后去干人家的酒 那你有干到酒吗 不要乱编故事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所以说那时候 我们在那个苏格兰就认识 然后认识完以后 其实后面也没有就也没有联系 脸书上有加到好友的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在苏格兰学习蒸馏的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 哇这个这个小朋友厉害 很早很早就去那边读这个蒸馏系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到底你是喜欢威士忌 才去读书的 还是你是原本就在这边读书 然后才去爱上威士忌 主要是喜欢就爱喝 你是几岁去这个苏格兰那边念书的 27吧 哦你这么老去念书哦 那你算家里有钱哦 也存了一点钱然后就喝完 所以你是先爱上酒 然后才去苏格兰念书 你在26岁以前就跑遍所有台湾的酒店文化 不一样吧 没有不是哦 酒店是你在去的 果然威士忌厂长讲话就是能让人幸福 最早就是在林老师喝威士忌的后边威士忌要打工 然后就被林老师推坑开喝威士忌 就学着学着以后就突然觉得 就威士忌跟以前学校念的那个化工材料 其实还蛮相关的 就是还蛮类似就一个可以吃一个不可以吃 所以我就后来就跑去 去念书了 因为我知道你之后的话到了啤酒厂 从一个原本想要蒸馏 但是变成去做啤酒 对不对 然后你就在你的啤酒厂里面去工作 一直到了什么时候你才成为莱州酒厂的厂长 那从2020年左右那时候 当初到了莱州酒厂 你做了什么样的规划 用了你的这个师臣苏格兰 到底在那边做了什么事情 请你好好讲 简单简言之就好 从先要有钱买地嘛 取得地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像台湾一样它必须要还评的意思 要还评啊 然后还要有政府的许可啊 很多的文件要申请 土地的规划啊应用啊投资强度 就是你要投多少钱 要提企划 提企划是提给政府的 太真正了 不好聊不好聊 我们在盖一个酒厂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从规划 你从2019年开始设厂 你要花多久时间去买多少的库存的项目头 你会做多久的规划 先会看市场预期 大概会有多少的销售量 然后才会库存周转嘛 几年一转 然后有这个人多少的量 我们可以反算回来 酒厂的生产的量要多少 然后我的蒸溜器要多大的大小 发酵草发酵罐 然后糖化设备 然后我有一个糖化要对极皮的发酵 糖化多少的量 所以我会需要买多少的麦芽 我能理解就是 你现在先规划市场未来的走向 我去年去小猪酒厂的时候 他买的麦芽就是一公吨 头上他磨麦机也是一公吨 所以他就是一公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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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种设计是属于中小型的那种工艺蒸溜厂的设计 就是因为一公吨是一个包装量 对于小的蒸溜厂来讲就是 比如说25公斤 50公斤 500公斤 一公吨的设计 大概就是我的头料 中小型的酒厂因为人力比较吃紧的关系 然后设备也没有办法全自动化 用这样的包装设计去算我的酒厂会比较容易 所以有设计的模式是可以从前面往后面算 或者是从后面往前面算 这就看酒厂规模 所以因为我们之前频道都是比较倾向于就是 酒已经成品到了 但是很少会有人去从这个酒厂的设计开始谈起 你知道就是台下十年工台上三分钟 苏格兰读书的时候是读了这么久的书 才可以做到这样的规划 他没办法在我们频道当中三言两语去把他讲完了 所以后面未来的十个小时就靠你 我们先讲 好 可以 我们陈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肯定要问一些比较尖锐专业的问题 我现在想要问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威士忌制作的过程当中 水非常重要 请问 这个水对威士忌的影响有多深 非常深 就这样子带过了 你在苏格兰读了那么久的书 你跟我讲非常深三个字 那你跟欧阳讲深有什么两样 欧阳老师应该不会看这集吧 不然看着看着就中枪了 加什么水 是纯水吗 对一般就是加纯水 就是RO水 对不对 实际上工厂的RO水的设计就是 它的要求就是你会有规范 比如说像我的就是全境读到的电导率 到多少 无色无味的RO水就会加到我们的威士忌的 产品里面去稀释它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怕 因为调酒师都已经花了什么多的精力去创造这个产品了 可是我乱加一些水进去我就破坏了这个调酒师的杰作了 所以我们当然是加那种很就纯金物 当然就是就是这东西就也是一个选取 因为降度了以后当然会跟它原始调完那个激酒 会味道是不一样的 一定的 一定不一样的 激酒的风味到底好不好 或者是它之后的产品风味到底好不好 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会有一些连结 但是它不是说激酒的风味就是最好 加水就是不好 很多时候是你加水以后它的风味表现反而是好的 比如说加水以后第一件事情大家最容易感受到就是 我酒精的刺激感就降低了 很容易去欣赏这杯酒 如果说我们这个你今天调调酒师调出来这个 几百桶调出来是已经是49度了 调酒师要去设定4643或40 这是由调酒师去设定的 还是公司会先告诉他 那我这一批就是要40度 先会设定我们最后的产品到市场上会是什么样的 这个东西不是调酒师自己爽就没事了 你知道我已经听到一个关键点 这个洞已经挖出来了 果然是拍了200集影片的挖洞达人 所有的调酒师都会说我今天要调出一个我最感动的酒给你 可是你发觉最后都是市场 公司规定 公司告诉你我这一批就是40度 你就给我调40度就对了 对不对 没有那说不定40度也是他自己调说调了好多次40度说 嗯这个40度是我觉得最棒的 调酒师是被动接受 不不不其实不是这样 我不跟你回答了 调酒师都是为了要服务客户 我不可能就是出一个结束然后就自己嗨 这东西卖不掉你就走路了 才会有所谓的批次 对啊因为我有核心产品 总是卖核心产品 然后调酒师有的时候突发奇想 某些东西特别好 然后我就会强烈的要求说 就一定要得要做这件事 不让我做就不做了 我懂啦因为像那个 比欧像比欧任斯登去个日本就搞一个水油筒嘛 然后他去了澳洲就搞了环卫代鼠筒 但是因为他是大咖 他才可以这样做 下次比欧任斯登来我们是不是要让他去 比如说忽悠他去弄一个什么臭豆腐筒 你怎么可以讲忽悠他呢 等下大师美 毕竟亚洲台湾神之蛇坐在隔壁城同学 都能泰然自若了 好来 再来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网友啦 他常常在问的就是台湾的消费者 对什么波本筒 雪莉筒 波特筒 其实都非常了解 但是他们就会很好奇一件事 我今天从西班牙雪莉筒酒庄买了这个雪莉筒 进到了苏格兰 那到底里面还有没有雪莉酒 多少 如果今天买了500公升的雪莉筒进来了 后来就残了两三公升吧 因为你一定 一定得要残留这些酒 所以他本身运送过来的时候 合约上面就规范说 你里面可能要给我留个 5公升的雪莉酒在里面 然后经过飘洋过海来以后 他可能还剩下两三公升 买雪莉筒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定会要求里面要有 保留有一些的雪莉酒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像你刚刚讲的 那个飘洋过海 可能在海上飘上 有周五八周 干掉了 破掉裂掉就会漏水 你没有从这样也出不了 然后那只从就废了 那如果你进到苏格兰来 里面还有两公升的雪莉酒 请问你的裂酒是直接加进去吗 一般是直接加进去 因为没有人 你为什么讲这么那个不敢讲 加就加不加就不加 你现在又不是在苏格兰上班 你觉得苏格兰人他听得懂中文吗 陈同学冷静 不要什么都招了 社长正在忽悠你啊 你不要怕吧 你现在是很害怕 要不要先喝两杯酒 如果你在我的频道上面 如果你没有讲真话的话 下面留言的人会干给我的 他说你这么乱讲 唬难成同学 还想回台湾的话就照实讲出来 对啊有家就有家 没家没家奇怪了 不管家不家 我现在只想回家 再来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因为在台湾的这个消费者 因为毕竟我们的威士忌 在台湾90%都是喝苏格兰威士忌 所以台湾的消费者其实是非常的成熟 但是成熟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们会开始钻牛角尖 就说哎呀 酒厂投出来的酒有够难喝 这时候呢 请问在你们酒厂的立场 你们听到这句话 你们会怎么思考 那就不要喝啊 老子我成同学又没有做酒 对不对 我现在又不在酒厂 你就不要喝嘛 对不对 说的好 我没有品牌压力 但是等我哪一天 那个当到酒厂了 拜托请喝 不好请你再喝两杯 都可以请你再喝两杯 喝醉以后什么都好喝 要问一些比较正常的问题 一间酒厂里面 它到底有多少人力 那我们都知道 制酒师酿酒师调酒师 这几个师我们都知道 一个蒸馏厂 它里面有多少人力的配置 很小很小的厂 大概两个三个就搞定 就我们三个人就可以看一样 好我们讲我们讲产量 我们三个人可以维持一年多少产量 我先说 我不想要做太出众的工作 我也是不想要太热的工作 我可以帮忙评评 我要我要有冷气的 就我们三个人 陈硕士表示考数学就算了 还有薪水小偷的问题 那我们三个人做一间蒸馏厂 一年大概可以年产量多少 大概5万公升 这么少 5万公升纯酒精 大概10万公升 哇那格兰菲迪有2600万公升 那真的是好大 但是他们自动化程度很高 那他如果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下 爱的都也是大概10万到20万公升 很小的酒厂 大概那酒厂就是这个房间 这么大 这么小就可以了 不包含库存的地方 有一个台湾人在那边工作 David 欸好啦 那我们三个来可以做一下 对啊 你们两个干行销 我可以干酿酒 我没办法干行销 因为有人说我酒不好喝 我也会干咬他 那如果到了像大型酒厂 这个2000多万公升的格兰菲迪 或是麦卡伦的话 他可以全自动AI的设备 好 AI自动来你了 请问酿酒师会不会失业 因为我曾经去苏格兰的酒厂 我也看过一个非常大型的蒸馏厂 其实只有一个人在控制 所以AI会不会取代最后的这个蒸馏厂 如果有很有钱的话 可以要非常有钱 其实苏格兰早就有这样的蒸馏厂出现了 我记得是也是格兰父子 伊莎贝 好像是对 我好厉害喔 对 我怎么专业 我怎么觉得尤拉的运气比专业度还强 保乐利家的某一个厂 他们是装筒也是自动化的 就是筒子打在棧板上面到那边 然后有一个电眼会抓那个孔洞在哪里 那个煮酒馆就直接插进去装酒 它就像关灯工厂 对 就灯关了 它24小时 然后再回去的时候 它酒已经装好了 所以其实您等于是 回来台湾是对的啦 苏格兰这样 如果未来我们的需求越来越大增的话 因为人力越来越贵 它可能会往AI去迈进来 只能说自动化的程度会增加 会不会到智能可能还早 未来的这个10年或20年的威士忌世界 会长什么样子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的频道可能三年就关了 可以换其他频道啊 哈哈哈 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养生一点 换成手摇影 手摇影 威士忌手摇影 所有的酒厂里面最核心的重点就是项目筒政策 请问这个项目筒它有秘密吗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有很多核心秘密 可以讲的那种 可以可以讲就不是秘密 那您就先下班吧 下班 没有讲一下 讲一个好了 就是这个好可以讲公开的 比如说我一个产品里面有多少的波本筒 或者是多少的雪莉桶 然后或者是多少的配比 然后几年几年几年这样 水方什么的当然就没办法说 因为那真的就是每一家酒厂自己的 所以他都乱讲的 有啦是要打破砂锅 还是打翻砂锅 没看见社长安安静静保持沉默 就是他说哦 里面有20%的波本 然后30%的雪莉 他当然不可能做出公司机密 但是大概就是八九不离世 有的时候喝酒 如果有在刻意去练习这件事情的话 很好玩 其实你喝得出来 喝得出来 我觉得喝得出来 这可能要我们台湾神之蛇 才有办法办到 毕竟台湾神之蛇只有一位了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哈你不知道耶 哦我知道你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我台湾神之蛇 这个名号 台湾神之虎烂吧 果然是从艾雷岛喝醉的那天 起认识成同学 把大家想讲的讲出来了 诶 您知道现在这是谁的节目吗 李耀社长频道的节目 我这个亚号已经打到鹅兰鼻打到苏格兰 到台湾神之蛇 就是我李耀社长 为什么鹅兰鼻直接跳苏格兰 因为是市场派嘛 所以一开始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今天这个酒厂 到底要做多少的调和威士忌 或者说多少的麦芽威士忌 或者是做多少的单桶 一开始就会分配合对不对 酒厂设计的时候 大概会有一个处略的方向 如果你今天一个项目桶熟成 因为我们今天是好几百桶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的时候 要如何让它变成是最标准的 所有的桶倒进去以后 就是你的品质上面有点差 经验老到这些调酒师 他们就会觉得说 诶 缺了什么东西 他们再找一些木桶去补就行了 那如果我今天出的是批试 它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去把它调整出来的 对 只要是调和类型 调和威士忌 调和谷物 谷和麦芽 都是这样做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这个网路上 很多人讨论说 诶 如果我这个桶子的状况不好 请问酒厂怎么做 它这个概念是在单桶底的思维 但是如果你是在调和 或者是单一卖 因为单一卖也是多桶 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 把它调回来就好了 对 它把它调回来就好了 所以调酒师很重要 或者是制酒师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迷思 在我们的频道上面去打货 这个桶不好怎么办 你讲的是单桶 是不是 单桶不好我就自己喝掉就好了 单桶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再拿去调就好了 我没事出一个不好喝的单桶 卖给你干嘛 我酒厂有病吗我 杂招牌 出现是喝的那个人 是自己的嘴巴 就是这样 诶 可是又真的 我们一洞挖了 继续往下一题走 下一个问题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跟全球市场 在未来二三十年是有关系的 因为大陆的新兴市场 如雨后春笋般的这样冒出来 在一百年前的时候 竹鹤正孝 他到了苏格兰去学习了这个酿酒技术 回到了日本 但现在在中国大陆并不是这样子 我不去你那边学了 我直接把你苏格兰人请到中国来 那这样的情况 会对全球威士忌产生巨大的影响吗 会吗 会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因为现在就中国的威士忌的酒厂 大概有二三十家吧 我之前工作的那个莱州神流厂 现在目前是中国威士忌最大的威士忌酒厂 就会生产很多的威士忌 那以前苏格兰威士忌的产业会觉得他们的威士忌可以直接往中国卖去 那但现在中国内部有很多的威士忌酒厂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生产很多的威士忌 而且这些很多的酒厂 比如都会从苏格兰请酿酒吃过去 或者从美国有听到从日本来 很多很多 然后我们之前的酒厂里面 我们每一年都有收我们的员工去苏格兰念书 工费留学的这样 但是要签啊签藏月的 因为就威士忌算是一个很长期的事业 你不是今天做完以后就明天就卖掉 你要等三年五年 不过话说回来 因为他有提到说你准备要回来台湾了嘛 之前做厂长的工作 你还不务正义啊 什么都输 除了宁市苏格兰 最早有台湾有版本 后来这个是简体的 后来就慢慢的就是从苏格兰以后 扩大到了全世界 然后有了这个影像河流 从苏格兰威士忌酒厂开始延伸出 比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各地的酒厂 以及上下游的产业 因为我们不是只光单纯看 威士忌酒厂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比如说它的原料麦芽厂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里面还有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是在讲一个设备商 大家觉得苏格兰设备 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长出来 可是其实不是 一个威士忌酒厂能出来 是很多的人的协作帮忙 相互的支持 因为设备商这一块 大家很少人可以去谈 因为大家觉得买设备买完就没了 可是如果我的酒厂卖得好 就是要开始要增加新的设备 所以我觉得设备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还有这本是生产工艺这本 这本是主要是翻译 那翻译是因为整个中文的威士忌世界里面 没有一本比较专业的教科书 这本算是以前在学校的课本 很多威士忌的娘酒师 基本上都会读过这本书 我认为一件事就是游历酒厂很重要 你今天要成为一个评影者 像你看过超过200个蒸馏厂 包括夏木桶厂 包括麦芽厂 所以你的这个游历的世界观世格局很大 今天陈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他所回答的问题都很保守 而且他都没有很斩钉截铁的说一定会绝对 因为他看了很多世界 他知道这世界很大 我们要把我们的格局放大 这是我觉得今天陈同学 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风貌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问一下就是 我们陈同学在未来的计划 那因为现在已经离开了 来周蒸馏厂 我觉得时间到了 自己的年纪也到了 有在和台湾的一个年轻的团队在聊 然后会加入他们 因为这个年纪的团队他们自己 就是对酒很有热情很爱好 然后他们想要学酿酒 会加入他们 然后在台湾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要盖有趣的酒厂 盖在哪里 应该会在南树林 把它盖到都市里面 然后蒸馏器也在里面 直接蒸馏然后直接喝酒 这样你的概念是这样吗 对啊消费者就是爱好者 就可以直接到酒厂去参观聊天啊 因为我们是小型的酒厂 所以我们就更能就大家可以看到现场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就可以更相信 或者是更支持 因为你了解 你就会去支持好了 酒厂有点心很大 盖自己的小做法 他是一个消费者可以来到我的威士忌的这世界 然后跟我一起唱台聊威士忌 觉得这种感觉不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交流 你把你的兴趣当成你的工作 然后你又从你的工作当中又找到你的爱好者 开始在台湾 就也可以把你的这个制酒技术 可以跟我们所有台湾的观众朋友分享 然后跟我们的制酒业去分享 关于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好了我们节目要进到尾声 感谢我们陈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然后希望他下次也可以一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一起跟我们在畅聊威士忌的世界 记得节目尾声要干嘛呢 订阅 按赞 投币 哈哈哈哈 咱们看到李奥上的一笔角 下期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 胡武宩 中文字幕 杨栋 wait 中文字幕 王 ballet 中文字幕 李奏 中文字幕 李奈